带宝宝出去也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家里情况是这样子 包括你爸妈 包括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能理解我们 我们才刚结婚没多久 现在又有小孩 开自一个月肯定很大 你不买车的话 他们也不会怪你 而且妈妈和我们一直住了 就是我怀宝宝的时候 就一直在照顾我 到现在也在带宝宝 然后我就一直挺心疼 觉得他真的挺累的 然后平时我也有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他买 而且我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了 从来没吵过架 脸过红啊 这个妈妈是说南方的妈妈 对 南方的妈妈 对 你妈妈呢 我妈妈 我妈妈身体不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生病了 体严重 住院住了接近快一年 所以就是我们俩结婚 我爸妈就也不能帮我什么 而且还有妹妹 比较小 所以他现在买个车 就搞得我们现在家里情况 就是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很多 这不也是暂时的吗 但问题是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就是他那个工资不能每个月按时的发 然后就要几个月结一次账 比如说这个月结了 然后下一个月就有什么突发情况 用了吧 那个钱 下个月就没办法了 我不是每结一次账都够还好几个月的吗 家里面开支是有这么大 他自己也能赚一点呢 应该也能够的 他车子非要给我卖掉 我们一起努力嘛 这日子也会慢慢好嘛 把这个车贷一年多还完呢 然后我们不是日子又慢慢慢慢的再好吗 你看我们两个人刚结婚 从什么都没有到重庆来 还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啊 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还不是想对你好一点 让你回好一点 那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啊 刚开始我也挺心疼你啊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买车 那么大的东西 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去买了 现在搞成这样 现在您出去工作嘛 我现在出去工作了 哦 等于您也在工作 您也在工作 对 现在宝宝是妈妈在带 对对 现在宝宝在妈妈在带 其实我们现在努力一点 都节约一点 其实都是能够弄得走的 我就觉得 我买了这个车以后 他这对我真的是 哎 一点钱也不给我 就连上次中秋节的时候 过节回家啊 买了一个车嘛 我们就想回家 走一下亲戚啊 嗯 那一年多都没回家 我说那些亲戚啊 就比较亲的 就是我爸妈的兄弟姐妹嘛 我说每家都走一下 一家拿个几百块钱去一下 他就不给呀 那我为什么不给啊 今天家里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每家给几百块钱 那一段时间 不是刚结了一点钱吗 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我们多多找找 那之后怎么办呢 那时候结了一点钱 你想过之后怎么办没有 而且我也没有说不给 对吧 我觉得买点东西 去走走就行的 有心意到了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每家 都是给几百块钱 没必要崩那个面 对 根本就没有必要 上次呢 上次我同学 结婚的时候 我说送一千块钱财你 他死活都不给 我们两三年前结婚的时候 人家就给我们送了五百块 你现在都过了两三年 那好歹也给人家添一点 是吧 他就不给呀 最后送了五百块回去 那五百块钱够了呀 为什么还要随意先回去 他随五百过来 我们随五百回去 我觉得不死你呀 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你妻子嫌弃过你吗 没有嫌弃过 他跟你抱怨过 说我们日子过得很穷吗 抱怨啊 经常买的这个 经常就给我抱怨 买车之前 买车之前 那时候我们日子 还差不多吧 每个月都能 多多少少攒一点半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两位好 买车买房是婚姻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男人和女人的想法 是截然不同的 在优先选择上 女人一定是优先选择买房的 但男人可能先想买车 这是性别不同造成的 因为女性天然的希望 我更有安全感 我有一个家的概念 所以女生一定是想 先买房挣了钱 对吧 对 有闲钱再买车 对 但是男人总觉得 我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得先有辆车 出门有面子 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你们在先买车 这件事情上 表面看是一辆车 但其实是你们在争夺 家庭内部的主导权 和财政的支配权利 男生是不是觉得 你看这两年啊 你就在家生孩子来 还有我妈伺候着 钱都是我挣的 我为什么不能花 是这么想的吧 是这么想的 你看就是这么想的 我刚刚都听到了 这两年都是我一个人挣钱 你就在家躺着来着 她是自己想不出去工作的吗 作为孕妻女性 她没有办法进行社会活动 有的时候 所以你们都是在为家庭付出 不要觉得这个钱 是你一个人挣的 即使你在外面创造了价值 你的妻子在孕妻 同样在为这个家庭创造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天然地觉得 钱是我挣的 我想买车就买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女生现在其实是极其情绪化的 她并不是真的想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车卖了 才能怎么怎么样 第一 她觉得你不尊重她 我是跟你沟通了呀 但是人家不同意 不同意的情况下 你还买 那就是不尊重 第二 女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我们刚刚把那个苦日子结束掉 你现在又把一座大山压在了我的身上 那作为一个女生来讲 她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我们挣多少钱 我们就花多少钱 我们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所谓的安全就是我要满足全家人的日常开销 满足这一切以后 才能满足我们更高条件的物质需求 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大男孩 买了一个大玩具 再来说一下女生 现阶段卖车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这个车呀 一到手 就折价一半 所以赔太多不合适 如果我们日后还是要买车 我们制止她的这个臭毛病就可以了 我们让她知道错误 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要跟你商量 经得你同意 之后再进行大的这个花销 咱不置气啊 咱不跟生活置气 不跟日子置气 就跟她的这个行为置气 但事实上我看起来 你们两个年轻人不靠父母 自己可以结婚 把日子过得下去 其实还是很甜蜜的 解决了沟通和交流的问题 解决了彼此尊重的问题 车不是问题 未来房子也不是问题 好日子都不是问题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左岩老师